提马喊寒 向全球媒体再一次展现了中年熟男独有的铁汉柔情 不过美国媒体仍然嘲讽 称这可比过去上空骑马秀身材轻松多了 不过相较起来 普廷和欧巴马关系却冰到无法化解 欧巴马总是假装面朝远方 不愿与普廷四目交接 反而是会场新面孔 印尼欧巴马 印尼总统左科威 普廷倒是主动地打开画甲 中国归为13年在办APEC 过度炫目的LED灯光和华丽红毯秀 美国媒体以为还是在看奥林匹克来形容 连北京难得的蓝天白云也拿来做文章 安倍破冰不大顺利 但安倍夫人不死心 同时展开校园夫人外交 却因为和中国学生聊日剧 聊的是去年就下档的半则直述 当场被笑落伍 看来首相夫妇俩这趟外交之旅 碰了不少软钉子 记者黄新如 邓方官综合报道 冬天一定要做白雪公主吗 金黄色蓬蓬香芋乳 中性无灶碱 温和 滋润 减少肌肤脱屑 舒缓干燥 每寸肌肤嫩嫩又蓬蓬 做个真正的白雪公主 蓬蓬香芋乳 我爱你 Now that we're together All alone tonight Sugar don't you start talking Come on E-O-S 全静天然萃取 美国原装进口润全球 生活中各种毒素正悄悄进入你的身体 累积太多的毒素 慢性病就会找上你 诺德轻毒胶囊 把累积在体内不好的东西有效清除 远离文明病 进化体内 诺德轻毒打通关 诺德轻毒胶囊 德国原装进口 德奈假牙清洁钉 新一代显示型假牙清洁钉 游蓝 变白 清洁就完成了 它的活性养能迅速清除假牙的细菌 紧白 杀菌一次完成 新一代显示型德奈假牙清洁钉 8点到10点 非凡主事现场 酒吧高压 萃取精华 六角曲面 打造经典 讲究 成就一瓶享受的咖啡 Luxury Espresso Luxury Espresso精品咖啡 不只享受 更是讲究 移心牌 有一颗超强心脏 热水多一倍 电费少一半 业界获奖最多 台湾销售第一 现在满油打折 轻便自在 又温暖 细时发热 又温暖 多层防风 又温暖 修身美丽 又温暖 双脚温暖了 冬天就变得更舒适 当日裤装新体验 就能够落暖裤 移心牌 有一颗超强心脏 热水多一倍 电费少一半 业界获奖最多 台湾销售第一 现在满油打折 好 回到节目现场 刚刚其实在刘总说明的时候 这个日元的部分 今天又来到一个新扁的位置 对 因为这个安倍真的是完整的 你看日元这个不断的再扁值 那其实120甚至125都是有可能 因为安倍他就是要用印钞票 来解决他们通缩的问题 然后他的消费税 一线印钞票 本来消费税是要调高到 明年要调高到10% 现在可能要延后 因为今年从4月 今年4月1号消费税 从5%调高到8% 那本来要调高到10% 现在可能会稍微 可能会再延后 那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台股真的有危机 真的有危机 你注意看 日元这样子 日元这样子一直扁 他们在抢我们的生意 你注意看育龙 我们看一下育龙的股价 育龙的股价 这一波油价跌成这样 育龙的股价是这样 对不对 那和泰车呢 我们看和泰车 和泰车的 这育日车 对不对 那你看和泰车股价是495块 育龙的股价是趴在地上 所以日元这一波扁 我们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了 再看上银 上银这个工具机 其实上银的产品是具有竞争力的 但是就是说最高阶的那一段 还是在日本的那里 那本来上银基本上就是说 它是中高价 中高阶的 但价格有竞争力 那你看日元这一波不断的贬值 上银的这么好的公司 股价跌到快剩一半了 那在这个只是日元贬值 那这个再加上韩 这个中韩FTA 我觉得台股有非常大的危机 非常大的危机 如果明年上半年货帽跟福帽 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觉得台股明年会很糟糕 甚至于你可以看到七字头 甚至于你会看到七字头 我有条件看空台股 就是说如果这个 明年上半年货帽福帽 都没有什么动静 明年我觉得台股上半年 跌破8000点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刚刚说董承康只看高点 他没有提低点 他说震荡10% 那我认同他的看法 但是我有条件的看空 就是说货帽福帽 为什么都没有动静的话 台股有跌破8000点的危机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看今天的韩股 韩股这个 我有一张表 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就是说你看 现代汽车 大涨5.71% 当年 欧洲的FTA 跟韩国通过的时候 现代汽车卖了很多车子到欧洲去 那时候的一个菲亚特 还有标志汽车都被打得很惨 那你可以看到现代汽车 现在是大涨的 今天是大涨5%多 中国市场有多大 对不对 奇亚汽车也是涨 SK海利是做低润的 你可以看到今天为什么华雅科 华雅科是跌的 我们看华雅科的江波图就好 华雅科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是这样子 那SK海利是 那往上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SK海利是 接着我们看这个刚刚的 热晶显示器是涨5.38% 0.58% 三星电子 因为三星电子最主要是因为 连韩国 这个苹果太强了 连韩国人最近都 韩国人 本地的南韩的韩国人 都不买三星的智慧型手机了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例外 接着我们看这个三星显示器 这有点开高走低 普向钢铁跌3.24% 我们再看下一张 有关韩国FTA的一个字卡 这个真的很重要 欧盟 南韩跟欧盟的FTA 在2011年7月已经生效了 我们还在谈 我们跟欧盟现在还在谈 不知道民国几年才谈好 所以我说明年台股有很大的危机 美国2012年早就生效了 中国跟南韩的FTA已经谈好了 现在就是在谈生效日 可能明年的第二季 这个影响最快在明年第三季就会出现 所以我说明年如果上半年 货帽福帽一个都没过的话 台股有跌破8000年的危机 就是在这里 因为你看注意看 这个是以欧盟来讲 7成的工业产品是免除4%的关税 这是欧盟的部分 6成的农产品是大概有 可以省了8%的一个关税 接着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有效的 我们注意看 南韩跟欧盟这个FTA 还没有生效之前 南韩在欧盟的市占率是2.1% 我们台湾是1.4% 那么今年上半年 欧盟南韩在欧盟市占 已经从2.1%到2.9%了 2.1%到2.9%这个是不小的一个比重 那我们还是在1.4% 我们在原地踏步 我们在原地踏步 结果人家已经成长了 从2.1%成长到2.9%了 那这个是2011年7月 韩欧FTA生效 接着我们再看美国的部分 美国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2011年南韩在美市占率是2.6% 今年上半年是2.9% 增加0.3% 我们是从1.7%上升到 1.8% 那注意看 这个中国的部分 因为我们跟韩国出口的 项目里面有8成是一样的 有8成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输出到中国大陆 占我们的出口是4成 是4成 那这4成里面 如果说有一部分被南韩抢走 我们看这个关税的部分 我们看关税的部分 钢铁是5.31% 如果说中韩FTA生效 现在现代汽车 他们卖到中国大陆去 这边变成0了 很有可能就是变成0了 那我们还要缴10% 现在汽车本来就已经够便宜了 我们还在省10% 那我们还要玩吗 对不对 面板5% 面板5% 这很重要 接着我们看偏光板 偏光板是8个% 石化6.54仿之 这个给他当参考 我这边跟大家分析面板就好 因为面板 让我们输出到中国大陆 是占出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项 所以我们看面板 有达跟这个群创的一个毛利率 毛利率有达是14.4% 今年第三季 群创是12.8% 好 如果再加个关税好了 毛利率剩9% 群创剩7% 这个盈益率的结果 最后有可能是没有什么赚 甚至于是亏钱的 甚至于是亏钱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5%的话 这个再加进去 我们有达跟群创 好不容易今年赚钱的 有可能都变成亏钱的 再看偏光板 偏光板关税是8% 奇美财跟民基产 今天都是跌的 如果再把关税算进去的话 这个很有可能都没有赚钱 所以说我真的跟大家讲 这个我们有可能被边缘化 其实已经被边缘化了 日元贬值 抢了不少订单 然后中韩FTA 所以我的看法还是没有变 董承康先生看 明年目标价是9650 9650 那我觉得说 如果货骂跟福骂过一个的话 我觉得都有可能超越9650 如果这两个都没过 我的看法还是一年之内 台股有跌破8000点的一个危机 提供给大家当参考 OK 那台湾原地踏步走 台股不变 那接下来呢 我们留在下阶段回来 再跟同志朋友来交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投资人要享受原地踏步走的经验 那台股也不变吗 三不变 我觉得就延续刚刚所说的 今天很喜欢或者很想用这些的名词 来跟各位来做表达 做一点对照 那我说接着来说的话 那台股跟这个亚洲的临近的国家之间 那么最近一个礼拜以来发生 尤其是两天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包括了富港通 以及包括了就是所谓的中韩所签的FTA 那请各位投资朋友 你只要看我的字卡 大概就知道说答案是什么 我说富港通跟中韩签了FTA 这是最近这两天的重要的 对我们台湾的感受来说的话 是重要的事情 那这两个重要的事情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直接就表达 我说对我们整个台股的资金面 对我们台湾的基本面 是不是也不变呢 我这个地方 导播少了帮我打一个问号 我想要有一个问号 我说对台股的资金面 跟我们台湾的经济的基本面 是不是也不变呢 因为我们对外代表出去 只能够讲不变的原则嘛 对不对 三不变的原则嘛 所以如果是这样来说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 我觉得打一个问号 那为了要说这个答案 解这个答案 其实不用我跟各位讲说 是或不是 那我们来看看 请导播给我们看看 就是保附身 FB上证 原上证 以及FH附身 那这几个来说的话 投资朋友 你姑且用阿拉伯数字来记就好了 那以方便于你自己在做股票操作 或者股票的一个买卖上的方便 那你就记得0061 对不对 那我们说0061 请各位投资朋友看一下 0061最近的状况来讲的话 量 这个是今天的量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量是到底大幅小 相对于过去而言的话 在放大当中 那我们自己本身台股的 集中市场的交易量 那投资朋友可以对照 是不是今天的量是放大还是缩小 今天的量还是一样 那缩在700多亿 对不对 那但是这个价来说的话 不但是量跟价出现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0062 尤其是后面这几个 你看那这个价是什么 这个价是过这个新高 那量也是一样 那它看起来好像不像我们台股的个股 不太像在我们台湾的股票里面 这是挂牌的 这是我们台湾里面的ETF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006206 对不对 006206 你看006206来说的话 你看价也是一样 是不是创新高 那量呢 是不是也是创新高 价量其量 这是006206 再来我们看006207 006207 你看006207 价也是一样 价 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 价也是一样创新高 对不对 那量呢 也是一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量价关系 好像看起来不太像我们在台股的交易里面 那但是这四党的标的都在我们台股的交易 这四党是有关于就是跟大陆的 就是所谓的 不管是上阵50 或者是上阵180 或者是上阵180 是这些富广东开放标的的其中一个族群 180 再来就是富生300 都是跟这三个主要的东西有关 那这个呢 就是保富生 这个是由保来 就是早期的保来的投信所发的基金ETF 那这个呢 是富邦投信所发的ETF 那这个是现在所谓原大投信所发的ETF 那这四个ETF来说都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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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大陆上海或者上海跟深圳的股市 那这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量价是不是 它的量价是不是也不变呢 不是啊 它的量价有变啊 所以如果是这样来说的话 那这一些交易这些标的的目的在哪里 这交易这一些的ETF的背后的标的在哪里 这些标的都在所谓我们今天所说的 跟这个富邦投高度关联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假设台股整个集中市场的资金是不变 或者甚至于是反向做萎缩的话 那但是我们却看到这市场的ETF来说的话 只要跟大陆连结的 那你看它的量跟价是怎么样 量跟价其样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来说的话 那请问回头看 富港通对我们整个台股的资金面 是不变的吗 是或不是 答案应该很清楚 变 对不对 大家看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那我们还说的 其实我们台湾的投资人还蛮可怜的 怎么蛮可怜的 我们一般的赏户来说的话 说老实话 我们只能够交易这几个 对不对 0061 0062 050607 对不对 OK 那这个还是什么 还是说如果假设我们在台湾的投资人 稍微有一点观念 有一点尝试的人 可以或者可以先去找这些标的来做交易 但是这些说起来的话 只是我们一般散户 如果稍微具资金量 具规模的人来说的话 他根本不会留在这里 他到哪里去了 他到香港去了 他不用来交易这个ETF 他就直接去交易 就是所谓的富港通所带来的那一些的交易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说起来 我们自己台股的投资朋友们 还是什么 还是比较次等一点 只能够在这里来做交易 就是这四党的ETF 那这个就是变成代表 未来富港通对台湾的台股资金面 它的一个关联度 好 再来我们再来 如果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 整个台股的结构 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我过去在上个礼拜 以及前几个礼拜 跟各位把台股的资金 跟台股的力道 把整个台股的结构 做剖析之后 我说三股力量 一股跟着国际股市联动的外资 第二股跟着我们国内 政治经济局面有关的 政策面的力量 第三股就是我们过去所称的 市场大富 或主力的这一种力量 那这三股力量来讲的话 这整个盘面的结构 我所谓台股的盘面结构 这三股力量是没变的 但是这三股力量 我今天用一个名词 我给它叫做良好一幻 对吗 就是外资OK 政策面OK 但是呢 市场主力大户 却是什么 还没回容 就好比说最近来讲的话 这两天 好像是记得是昨天的样子吧 我们的主委有讲说 我们的外资回容了 没错 外资回容 外资回容只不过是良好里面的其中一好 但是呢 另外一个 就是市场主力大户来说的话 却是什么 却是好像还没有这个踪迹啊 所以呢 整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这是到上礼拜为止 是这样的状况 到这个礼拜 经过一周了 有没有变 有没有变 没变 我给各位下的注解 局势没变 也就是所谓的良好遗坏 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未来如何看我们自己本身的台股 那我在这个地方 也跟各位用几个简单的字眼来做表达 那我说呢 对未来台股的量价关系来说的话 我给大家几个字 叫做七下八上 那么什么叫七下八上 如果大盘集中市场的成交量 往700亿靠 甚至于掉漏700亿以下来说的话 那恐怕对台股的看法是比较什么 指数往下压抑 量哦 量 整个集中市场的成交量 那如果说假设整个集中市场的成交量 能够陆续放大 放大往800亿靠的话 那就比较有机会台股往上 减一点 那所以每天的量跟价来 每天的大盘集中市场的成交量 总是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那你就看 大概约略是这个原则 但是再补三个字叫什么 九图变 对不对 九图变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大盘的成交量 能够放大到900亿 往1000亿来做所谓的目标前进的话 那这个台股就有机会突变 那当然这个突变来说的话 就变成说台股如果能够量 继续进步 减大 那么大家交易的热络程度提高了 那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台股就有机会再往上减 那甚至于可以讲说 这个9 各位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把它看什么 99乘法的9 当我们的量来到900亿 我们大盘就有机会在什么 在他9000年之上 所以一样是9乘9 所以如果假设是目前状况来讲的话 我觉得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 但是我姑且就给大家 7下8上9图变 这几个简单的字 那至于说最近来说的话 如果是假设要有人喜欢用技术温息 用所谓的什么移动平均线的话 那我就给各位注解一下 说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 就是在季线关前 荡秋千 放来放去的 那但是未来再过一个礼拜 之后来讲的话 我看起来季线是自然而然就站上 为什么 因为季线现在是往下弯 季线现在是往下 对不对 所以季线是这一条 那你如果说假设未来不变的话 这条季线是不是继续再往下 那打个比方 台股如果保持一样在这个 8900点 9000点左右来说的话 再过一个礼拜是不是我们的指数 就在这一个红色的线上 所以季线未来来讲的话 迟早还是要站上去的 那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 影响并不大 但是重要的是在整个大盘的一个交头 能不能晃它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来自德国 德恩奈清净凉芽膏 取自印度原始山林 大地所蕴含的天然珍贵草本 经顶级条项师专利调配 长效清凉方向 有位于德国国都Dresden 百年专业牙膏大厂 以尖端科技自动生产 德恩奈清净凉芽膏 清新自然好口气 让您的笑容 因为牙齿而美丽 德国原装进口 德恩奈清净凉芽膏 感冒鼻子不通 睡不好